繼續回來我們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身邊的嘉賓有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陳衛聰先生 Jason 你好 看大事方面表現,跌風擴大了 跌123點,做22,538點 成交方面有261億多 期指跌55點,22,505點 暫時低水35點,成交量25,000多張 這一節都很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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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看到今日水泥股做得非常差,全线急挫 其中看到3323中国检材跌4%,914安徽海螺跌超过4%,甚至跌到半成 我亦想问一下Jason,是否因为之前中央公布了保障性住房起不到的关系 所以今天有这个急挫在那里? 是的,其实昨天也和大家讲过相关的一些报导 看回上海方面,一些人的报纸都已经写出来 就说国内之前想着今年落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单位 但是到目前这一刻为止,其实整体的保障房的开工率还是低过三成 如果你说以这个比例去算的话,我相信去到今年的年底 又或者去到明年的时候,1000万套这个目标就应该很难去到达成 再者,如果你说本身之前一些水泥股 又或者一些建筑材料股 包括联索、信尼玻璃等等这些股份 都是炒作保障性住房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旦说如果你说这个保障房那个是起楼的目标 有机会达不到当初的预期 都是必定会令到相关的股份是会有个售压的机会 那今天也都见得到一种水泥股 都是出现了比较急的下跌 那最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保障性住房起不到的关系 但是另一个原因大家都要留意就是说国内方面那些地方政府 其实都是非常之缺钱的 他们要做保障房也好 又或者要做一些其他基建的工程项目也好 很多时候都是要倚靠一些内地的银行 和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去给他们资金去到营运的 但是说近这几个月,国内的就是银监会里面 其实都已经是警惕了 地方的银行不能够再随便借钱给这些地方政府 又或者他们都对于地方银行那个的不良贷款 都做了比较严厉的监控 那就是都意味着 如果你说地方政府继续要建这些工程 继续要建保障房 要借钱的难度一定会比以前提高了 那这方面其实也会影响到相关股份的一些表现 那所以今天水泥股跌了 看到是联索方面都跌了 那也都见到3311中国建筑 或者之前都是炒保障性住房这个概念的股份 也都是全面有个比较急的下跌 那大家留意我自己相信 或者地方政府融资困难这个问题 不是说一时三刻可以解决得到 也就是意味着 短期之内一些地方政府的工程项目 都有需要可能被割置 又或者延期 所以我相信相关的股份 短期来说的表现 都仍然是有机会被沽首 又或者都会面对一个比较沉重的沽压 那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位置的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就这么快去捞底 特别就是水泥股 看到之前其实涨了非常之多 如果你说这一阵先有一个叫初步下跌的话 我相信整体的跌幅 未来都可能有5%至10%左右 所以那些说真的要买的话 都不可能等股价跌定了之后 才去买 没错 看到中国建材方面 今天都是正式跌穿了一条50天线 回落到现在是14个多左右的水平 其实刚刚听Jason说 内地政府融资困难 其实不要说内地政府 其实一些中小企都融资非常困难 很难借钱 所以国内这些保障城住房等等的建筑 可能将会困扰着大家 说得对 因为其实看回国内方面做水泥公司 其实他们负债都是非常之高 如果你说之前银行是比较松手一些 可以借到多些钱给你 或者整体借贷利率都比较低的时候 对于这些高负债的公司 问题就不是太大 但是当这几个月国内方面 一方面不断收紧银根 不断将借贷利率向上调升 等等的因素都令到这些水泥企业 又或者建筑的企业 都面对了所谓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所以其实两方面都有影响 一方面就是订单需求方面 有机会减少 另外一方面 当然如果你没有订单的时候 你要去找数给人 就是要应付短期债务 融资问题的时候 亦都会遇上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所以这两个因素 加起来 我相信内地的这些水泥股 又或者建筑相关的股份 未来我相信还是会走得比较差一点 好明白的 我们看完水泥股 讲一下个别升幅比较多的股份 就是利朗 看到昨天的升幅比较多 我们可以讲讲的 就是看到它的冬季订单方面 价量都是一起有得升的 昨天升幅比较厉力 今天也是跟随大市回落 只不过回落都很轻微 现在跌了是两仙 做了11.48 我想问一下这些消费品股 其实是否比较走势 近期都比较看好一些 可以看到 我们要看这些消费股 最重要的数字 都一定要看订单的数目 其实这些公司 通常会怎样呢 就是说五六月的时候 就会举行订货会 但今次的订货会 就不是在夏天 就是为未来的秋天 或者是冬天 如果你说今次 即是五六月 举行这个订货会 表现是非常理想的话 那都是预示得到 那些分销商 都是看好 未来的冬季 销售的表现 所以才订货 所以这些数据 都有一个前瞻性的作用 当然订货会 订单的金额也好 又或者数量也好 都是有个比较大幅度的上升 意味着 下个两季 特别是去到今年第四季 那个铜店销售 都应该会有个 几不错的增长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说今次的订货会 那个表现 无论是价方面 或者是量方面 都达到的双位数增长的时候 我相信 中国尼郎 未来的走势 又或者整体的销售 的表现 都应该不会差到去哪里 而且你见得到 昨天的股价方面 都是正式有个 叫做向上突破的格局 那见得到 之前我说的 由三月的时候 到现在 其实中国尼郎 估计一直都保持着一个 叫做收窄三角形的形态 在运行着 那大家见得到 那下面一条线 就由 大概十元左右 那些低位 就连到大概十个七 那上面 同样地 又是三月份的高位 大概十一个七 那拉这条下降轨 也都见得到 是有个收窄三角形的情况 那说的 估计昨天 正式突破了 这条下降轨的阻力区 那就是意味着 整个收窄三角形 也都叫做 有个明显向上突破的 那如果你说 按照整个三角形的跌幅的话 在上网的空间 可以看上去 就是之前 上年 年尾 即十二月份的高位 大概是12.2 至12.3 这些位置 好 见到他的图 走势都不算是太差 在近期市况当中 没错 今天见到 利邦方面 編号891 在逆市之中 亦都想问一下 都是内地一些高级的 男士服装品牌 卖的主要 是否都是可以提高一线 利邦见到昨天方面 股价比较失望 你见到利郎昨天都急升 但是相反地见到 利邦说过去的三天 都是连续下跌 即是出现了三支的阴烛 今天虽然你说 有个叫轻微的反弹 但是看图表来说 其实整体的反弹力度 不是太够的 而且你见到整个 平均线的组合方面 都见到是不断下移 10天线 都已经是之前跌穿了20天线 和50天线 所以你说 看回形态走势来说 利邦比利郎方面 就较弱一点 我相信 如果你说 自然短期来说 炒作 似乎买回1234利郎 就好过买891 因为看回891 一旦跌穿在7.26这些位置 下市的空间 有机会试回7元左右 所以这些 我觉得暂时都要比一比 好 谢谢Jason 稍后回来 继续有问答环节 好 欢迎家庭观众 快点打电话给我们 204-6566 还有传电邮给我们 ASK-B-S-Channel.com 我们很乐意解答大家的问题 看看恒生指数 跌幅又在扩大跌着136点 做二万2524点 成交方面276亿多 CNC 赛阵 最后回来再见